正常发挥频道会员召集令 四种频道会员 壮大我们监督的力量 欢迎您召集亲朋好友加入 让正常发挥的声音 不会被消失 安天文就放那个倒数 我觉得他在倒数 他的这个首相任期吧 他要放个生菜在旁边 其实他大概有点希望 至少他首相任期还比这个长吧 或者是说让他主持完 这个G7的这个会议之后 在日本嘛 那一直都在准备这个问题 所以呢也跟俄乌战争 也跟就是说整个叫做跨的 就是说以及美日安保做结合 所以他大概希望说 在目前这么低的 这个民调的情况之下 能够维持不要再低 我们觉得20多%很低 可是在日本并不是太少见 那个孙喜狼其实最严重的时候 一度应该是在8%还是9%吧 这么低啊 对对对 那安天首相加油 还有空气 他也终于迟了 低到这个各位处的时候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泽伦斯基不是邀请 安天文雄去乌克兰访问吗 我觉得他再挑一个时间点 也在考虑会不会去 要提出什么样的这个就是 这个馈赠 经济上的这个当然了 那然后呢到乌克兰去 让日本在乌克兰俄乌战争 也许还是冬天的这个时候 那应该就是在2月份 或者是开春之后 那基本上在5月之前 也就是G7之前 他一定会掌握这个时间点 因为现在挑战他的 自己党内知名党里面 大概有几个人 最有人气的大概叫河野太郎 他把他过去河野太郎 做这个外务大臣呢 但是这么有人气也出来竞选总裁 结果呢 岸田当上的时候 把他新做了一个职位 叫数位大臣 以前就有了职位了 但是没有什么太重要性 可是日本的媒体还是经常提到他 所以他感觉上是有一点威胁 我提一下 刚才我们整个谈到两岸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大一点的这个架构来看 台海现在真的处于一个严重的安全困境 它有五个层面的进展的这种进度 现在已经到了第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 它还是一个军事热点 其实台海这个军事热点 已经有几十年的这个讨论 过去我们讲东亚三大军事热点 flash points 也就是说 它可能会爆发军事冲突的 这样子的一个地缘政治的风险 那从这个韩半岛到台海到南海 军事热点 这就一直引起大家注意 但是有很多其他的外交经济 或者是这个各方面来去淡化 它这个热点继续的这个凝聚 但是如果一旦进入到第二阶段 就是开始进入到军备竞赛 很明显针对准备 可能这个军事热点发生冲突 军事冲突的这种军备竞赛的时候 大家就已经开始在做准备 而这个军备竞赛可能比如说 针对导弹的 火箭炮的 登陆的 反登陆的 岛内作战的 或者是军舰的 穿越的 那甚至现在你看到是这个办潜舰的救援 或者是运送的 它有多种功能 因为你不要忘记 其实全世界最多办潜舰是荷兰的公司 然后是中远集团 中远集团大概有八艘吧 如果记得看了也没错的话 那当然重点是美国在这里没有 美国最多也就是租荷兰的 但是有需要它才会租 美国在这里 美军在这里这个区域并没有 所以如果发生战争船舰受损 然后呢这个救援运送 事实上你这个游戏 你这个等于是对峙 你就会碰到一个卡住 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种军备竞赛到达这个时候呢 双方都会 也就是解放军的发展 其实对日本对美国 他们也觉得就是说 你在发展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火箭军也好 火箭或者是导弹也好 或者是这个潜舰也好 它也要同样的做发展 所以因为没有一个 就是说中间的一个真正的 就是决定者 我们叫世界政府 双方都来做军备竞赛 这种第三个层面 那就是强度的军事演习 军事的强度演习 那这种强度演习 甚至现在已经不看任何 比如说这些海巷 相关的这个演习 而且针对性的 那我觉得大概这一次 你看不管是从美国 或者是中俄 或者是这个达尼舰 各个方面 都针对是台海周围 发生冲突的强度演习 在做这种演练 这已经到第三步了 各位第四步是什么 第四步就真的 如果只是照这个军事逻辑 第四步就可能会出现 意外冲突 第五个呢 就是军事战争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种热线管控 CBM CBM叫做信心建立措施 各种的这些 甚至军官跟军官的这种交流 然后资讯的透明化 演习的时候的事先公告 完全的这个展现 就是说他这个演习的内容 这些都算是一种CBM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 我是觉得这一阵子开始 大概尤其这过去这一年 双方在这个区域的演习 已经是针对台海战争 的强度演习 而且各自在摆出 相关的这些军备 所以真的不要小看 它可能会发生冲突 你看上次上次在 这个南海的 那个美国的侦察机 跟应该是歼11B嘛 对对对 的那个双方都各有 30秒的这个影片出来 其实这个就表示说 双方现在知道 需要管控需要热线 那我觉得我们这种 讨论也是很好 因为真正的决策者 战争的真正的决策者 除非他发生冲突了 你正要付出战争 发生冲突 他也可能会有 这个有很快的时间 来去做决策 这个决策者 不完全是军方的人 他一定有 就是说这个政治的领导人物 跟国安 或者是相关的人 那这个时候他会知道说 媒体或外界 对这些事情的发展 是不是有讨论有注意 会引起怎么样的东西 否则的话 他就会被比较明显的 军事逻辑给牵引 对 那这个就变成第四阶段了 这个特别是在古巴飞带危机的时候 那个十三个人在 那个七个人在这个房间里面 做十三天的这样子的决策 惊爆十三天 对 那就会发现到就是说 某一些人 他的这个资讯比较多的时候 或者比较强势的时候 他就影响这个决策 对 如果有别人他这个 比如说听到我们正常发挥的节目 在讨论这个问题 好紧张等等之类 他说我们媒体有注意到这个事情 或者是哪里有讨论到这些东西 然后讨论到可能发展的情势的时候 决策者他的这个资讯就比较充足 他就可能在决策的时候 就会比较这个谨慎 所以我们媒体的 所以就为什么媒体的重要 媒体的揭露让他这个透明度 然后呢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人做评论 或者是做讨论 不管哪方面的哪个角度 其实都无所谓 你可能说我们打仗吧 没有关系那也是一种讯息 那也是一种讯息 OK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对这个 台海的议题周遭 这个我觉得 所以主持人这边就很棒 要不断的这个引起大家注意 即使是这个半前见 我们都要关注他 我们要关注 因为他呈现的是什么 是一个他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做这样子的一个呈现 虽然他是南部军期 可能主要是针对南海 主要是在驼 这个运送这些可能受损的船舰回港 但是呢 在这个时间点 那美国在这个区域没有 因此有很多的这种情况 刚刚这个介大使也谈到了 几个不同的这个 可能富有的这个功能 因此在台海 我是觉得现在这个安全困境 这种军事紧张越来越提升 你不要忘记 美国现在没有什么直接的军事的沟通管道了 对 他那个被停掉的三个还没有回来 讲虽然话 对不对 那还好这个麦卡锡被卡在这个国会 是不是 那他来的时候大概 我是觉得麦卡锡 我真的学上再来台湾 那个效应也不会跟这个裴洛西能比 第一个他是反对党 第一个他是反对党 我觉得这个最大差别 第二个他大概已经被 今天几轮 今天是11轮 我们就不知道 创纪录了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台海的问题 现在的紧张程度 军事紧张程度 正在提升当中 大家一定要谨慎 然后呢 这个要各方面都要有 这种管控的管道 沟通 不管政治的军事的 那民间媒体评论 一定要持续的关注相关的议题 一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往往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 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呢 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